被称为最惨星女郎 因自己疏忽 20分钟的戏被直接删减成30秒 她就是少林足球中的香蕉女郎李慧 这算是周星驰成立公司之后 第一位签约的女艺人 被称为首位星女郎 李慧在17岁那年被周星驰挖掘 随后签到了自己刚成立的公司 这一签就是八年之久 在电影《少林足球》中 周星驰将李慧定成了女主角 角色定位是周星驰的初恋 到了开机的时候 没想到科班出身的李慧 一直无法进入状态 而且还在现场频繁笑场 但那电影中那个彩香蕉皮的镜头 李慧就拍了两天 她不是笑场 就是忘记自己的台词 演到最后 周星驰直接弄赤道 演的是什么 可还是没用 李慧似乎很不珍惜 这次和新爷的合作 无奈最后只能改剧本 李慧也从女一号 降到了女二号 最后直接把原先 20分钟的戏份 删减成了30秒 从女主变成路人甲 有人说 她从万众瞩目的女主角 变成了一个彩香蕉皮的路人 可谓是史上最惨星女郎 但明明要觉得 不是上天没有眷顾李慧 而是她忽视了这次 和新爷合作的机会 而仅剩的那30秒 也是新爷看在面子上 为她保留的 李慧先是从少林足球的 民主角变成了出场时间 只有几十秒的路人甲 之后在新辉的八年时间里 只拍了两部电视剧 分别是《上年包今天二周》 饰演路香香 和《功夫状元李》 饰演命词 本以为这两部剧 可以让他大火 可没想到 李慧的路人员 确实不怎么好 再加上当时黄胜一 怒至周星驰雪藏一人的行为 新辉一时之间 成为了众矢之地 李慧也就此沉浸了八年 随后慢慢地淡出了一幕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